夜孕孕,1998年出生,2018年入伍后来到山东建,成为立民操舵兵。 如果从外形上看,很难将眼前这个女孩和国产航母操舵手联系在一起。 这里是驾尔士,我是一名有着六年驾龄的汽车驾驶员,也是一名航母操舵兵。 我作为国产航母的驾驶员,很多人对我的身份都表示羡慕, 也有的人会问,你一个女兵,能够操动这万吨巨舰吗? 对此,我的回答是,现在科技那么发达,国产航母的事业蓬勃发展, 航母的坐轮甚至比很多汽车的方向盘还要小, 但是想要把航母操稳操好,还是需要付出很多努力的。 对于航母驾驶员来说,最难的就是驾驶航母和舰载机的配合。 航空母舰是以舰载机为主要作战武器的大型水面舰艇。 作为舰载机的起降平台,航母对操纵精度的要求会更高。 如果你舵脚稍微偏了一点,就是航向稍微偏了一点, 它可能瞬间就会左右横移出好几米。 平常可能感觉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在舰载机起降的时候,这个就非常致命。 2021年,夜运运第一次驾驶山东舰保障舰载机的起降。 他知道,任何一点偏差都将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 就在舰载机马上着箭时,指挥员却下达了改变航向的命令。 因为这个海上的天气是不可控的嘛。 当时是风向突然改变,然后指挥员就下令改变一个舵脚, 然后才能够保证那个飞行甲板的风速还是在舰载机需要的那个范围之内。 此时没有时间思考,夜运运只能靠本能反应操纵航母。 按照平常练习的那种要求,把这个航向用最快的速度调整完毕。 然后基本上也没间隔几秒之后,舰载机降落了。 然后到舰载机真正成功着陆之后,松了一口气。 然后才发现自己把舵轮都握得十分紧。 那个放松之后发现那个舵轮上都留下了一个湿的手汗的影子了。 感谢观看